我小心翼翼的用红色的指甲油 涂满了脚指甲 又找出红色的内衣 贴身穿着 我做的一切都只是因为要遵守规则 那些违背了规则的人 早已经被规则吃掉了 隐隐温馨提示 正文开始 我们大学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年纪越高 学生的数量越少 离奇的是 没有人质疑这种情况 老师只是说 学校只会留下遵守规则的人 那些被筛掉的人 都是社会的渣子 可谁都不知道 这句话到底是哪个老师说的 一开始 我们还只当是同学们的玩笑 直到一场神秘的大雾包围了学校 学生们被规则绑架 而教职人员 成了助纣为虐的怪物 从那天之后 任何违背了规则的学生 都会遭到非人的折磨 每个人 都只能在规则的裹挟下 苟延残喘 午夜零点 四周一片昏暗的宿舍之中 点着小夜灯的我们寝室四人 此刻全部都聚精会神的 看着眼前的手机 正常来说 这个时候 我们早就已经进入了梦乡 可是现在 我们寝室所有人 却一点没有要睡觉的意思 自从学校出现这场神秘的大雾 每个人都成了规则的奴隶 可是 要想活着 每个人都得遵守规则 对于所有的学生来说 规则都是可怕的 丝毫不讲情念 就在不久前 发布了一条不能睡觉 睡觉的人会被吃掉的规则 要了一大批人的命 那之后 没有任何人敢在知晓 第二天的规则前入睡 整个学校中 只要有人待着的地方 都和我们现在一个模样 所有人都在屏住呼吸 紧紧盯着手中的通讯设备 我们 都在等待那即将到来的规则 规则会在每天零点的时候 发送出来 在这个世界变诡异之后 只有遵守规则的人才能活命 但规则却不是每日都一样的 有的时候很简单 比如 每个房间必须正好待四个人 超过或者少余的人都将被抹杀 有的时候却很困难 比如 不要让你的影子出现 你的影子会杀死你 出来了 出来了 就在这个时刻 一旁的黄莉莉猛然开口了 她阅读速度很快 一下子就将规则念诵了出来 11月1日的规则 早上8点开始 身上没有正红色物品的人 三分钟后就会消失 这条规则并不难 正红色物品 在女生堆里并不算难找 看到这条规则后 我狠狠松了一口气 莉莉 你的口红多 赶紧找找 小敏 你看看你那边 有没有正红色的指甲油 只要保证 今天身上的口红和指甲油不消失 我们就能够活过今天了 我赶紧和旁边的黄莉莉 李小敏说着 就在这个时候 一旁的室友高婷婷 又补充了一句 口红容易吃饭的时候花了 指甲油也可能会磨损 除了这些 最好找些丝巾 袜子 内衣之类的贴身穿着 这样才能够双保险 听到这里 我也一下子被点醒 赶紧去衣柜里面翻找东西 就在这个时候 外面传来一阵敲门声 砰砰砰 砰砰砰 表姐 表姐 你们这里有没有正红色的东西 能不能借我一点 是隔壁宿舍的柳依依 也是我的绿茶表妹 敲门声吵人的紧 我很烦躁 打算开门 让她别再吵了 高婷婷却拉住了我的手 昏暗的小夜灯中 我看见高婷婷对着我摇了摇头 示意我不要开门 熄灯之后 不能串门 听到高婷婷说的这句话 我这才想起来 这段时间同学们的经历 让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问题 很多遵守了规则的同学 依然死了 我们猜 这段时间 我们要遵守的 不仅是每天发布的规则 还有学校原本就存在的规则 也就是 无形的规则 除了规则之外 无形的规则还有很多 你有没有注意到 食堂有食堂守则 图书馆有图书馆秩序 就连咱们的宿馆阿姨门口 还有寝室守则 既然那些东西正在警告我们 破坏规则会产生的后果 那么就证明 除了我们收到的每日规则 还有一些不会变化的规则 也在我们的身边 高婷婷的发现 让我深以为然 了解 了解 我好 好害怕 你快帮帮我吧 我们宿舍翻遍了 一点正红色的东西都没有 我们完蛋了 我 我真的不想死啊 伴随着柳依依的哭诉 敲门声变得更响了 她找到了我头上 我也没什么意外的 我不喜欢柳依依 从小到大 大人们总让我让着她 这些年 她在我手里占了不少便宜 可现在 这么危险的时候 继续这样 肯定会引来宿馆的 要是她这样把宿馆招来了 那可怎么办 我有些着急 宿馆也是怪物的一员 万一被宿馆发现 不仅是柳依依 我们估计也得完蛋 这个时候 高婷婷似乎想到了什么 赶紧回了自己的位置 随后拿着一个东西 从门底下的缝隙塞了出去 好像是一支红笔 大概是目的达成 柳依依的声音消失了 很快 外面便没了动静 没有留下一句感谢 夜 静悄悄的 不知道还有多少人 能够看见明天的太阳 第二天清晨 宿舍外面传来了 很多臭气的声音 我出门一看 已经有人拿着白板 挨个给附近的几个宿舍 门外挂了上去 自从大悟风向 这样的事情 每天都在发生 挂上白板 意味着整个宿舍的人 都消失了 我特意去看了表妹 柳依依的宿舍 他们的宿舍门口 并没有挂上白板 我回到宿舍门口的时候 正好看到 她和她的室友 从楼梯上来 他们一行三人走在一起 声音从远处传了过来 多亏依依依 最后在包里找到了红笔 不然除了李飞之外 我们也要跟着完蛋了 是啊是啊 幸好有依依 柳依依的室友 在卖力的吹捧着她 我静静的看着柳依依 他们经过我的身旁 柳依依的眼睛 和我对视上了一秒 随后又快速的躲闪了开来 没有一句感谢 我知道 她肯定又是犯了毛病了 把所有的功劳 都揽到自己的身上了 不过 我也早都见怪不怪了 柳依依在这方面 早就是个惯犯了 小时候 我翻了几个水钩子 才找回了外婆家的小鸭子 转个头的功夫 只是在家门口 动弄小鸭子的柳依依 就成功臣 上小学时 两人一组打扫卫生的时候 我上下忙活打扫的教室 最后老是夸奖的 却是那个留到最后 才擦黑板卡 到了大学 我辛辛苦苦完成的报告 和PPT 可最后只负责年PPT的 柳依依的成绩却更高 我讨厌柳依依 却一直惯着柳依依的毛病 毕业之后 我就会跟柳依依分道扬镳 我想知道 没了我的衬托和托底 柳依依她还能不能那么从容 可现在 我们还有未来吗 明明高婷婷已经给了柳依依红笔 为什么李依依她们宿舍 还是死了人 除非 我的心有些冷 最近 这楼里的人 真的少得太快了 原本是满满当当的八层 共160个房间的宿舍楼 到了现在 住人的房间已经不足半数 可这 才是我们在这个怪谈世界里 存活的第二个月 中午 出去食堂吃饭的时候 黄莉莉突然拉住了我 黄英 你快看 那边 那边怎么了 此时 我们的不远处传来了争执的声音 陈刚 你他妈找死 站在高高的阶梯上 我们看到 远处一个男生浑身 都被泼满了蓝色的颜料 哼 我找不着死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你现在肯定是要死了 说着 那个叫做陈刚的男生 推了推自己的眼镜 笑看着对面满身狼狈的男生 此时 他的脚边 正倒着一个桶子 仔细看 还能看到 里面染着满满的蓝色 你以为泼我的书就行了吗 臭小子 老子要死 也拉着你一起死 对面的男生 一下子站起来 抢了地上的桶子 泼到了陈刚的身上 陈刚的徽章 也被染成了蓝色 哈哈哈哈 要死一起死啊 男生癫狂大笑 没有红色的东西 我就不信你 还能活着 此时那个 先被泼了颜料的男生 整个人已经陷入了癫狂 而随着他的动作 时间也在快速流逝 很快的男生就变成了碎片 风一吹 就彻底消散了 放在从前 看到这样的景象 我大概早就吓坏了 但是现在 学校里时刻都有疯掉的学生 害人害己的事情层出不穷 我早就见怪不怪了 我以为叫做陈刚的男生 也会跟之前那个男生 一样的下场 放心 你死了 我也不会死的 陈刚似乎早就有了应对的方法 只见他拿着匕首 在自己的手掌上 飞快地割了一刀 瞬间红色的血液喷涌而出 落到了他的衣服上 落到了地面上 黄英 他好聪明啊 居然想到了用鲜血 黄莉莉赶紧在我的耳边说着 我也是有些震惊 居然 还有这个办法 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这个破局方法极为巧妙 我们以为眼前的男生 肯定能够逃过一劫 然而 不知道什么时候 校园里负责打扫卫生的环卫工人 却站到了他身后 不尊重我的劳动成果 弄脏了校园地面 你 必须付出代价 说着 就看到那个面容看起来 极为普通的环卫工人 突然眼睛变得乌黑一片 他的嘴巴 一下子张得很大很大 露出一张长着无数细碎齿牙的大口 一下子咬住了陈刚的手掌 瞬间撕扯了下来 啊 陈刚惨烈的叫声传出 随后更多的血液 喷洒在了校园的草丛 落叶以及地面上 我能够清楚地闻到 空气中不断蔓延开来的 浓重的血腥味 我愣在原地 身旁却有一些人 赶紧往陈刚的方向冲去了 此时 环卫工人正大口大口 吞噬着陈刚的身躯 另外一些人 却是疯狂地 检视着地上的落叶 尝试着将自己的衣物 学校的男生 以及被还为工人吞噬的陈刚 再也没有任何一个人 因为缺少红色物品而消失 直到这一刻 我们才彻底确定 学校里的危险 远远不止我们所看到的这些 学校里 危险的不仅仅只有规则 那些无处不在的职工 更加致命 包括我们的老师 我今天的课程 是私证和阅理 私证课的老师还好 除了会用360度扭头 来进行点名 别的和正常人没什么区别 但是阅理课 却真的很渗人 阅理老师的上半身 是蛇 我平生最怕的就是蛇了 一想到那种 黏黏腻腻的感觉 我就觉得头皮发麻 可是 做音乐系的学生 这门课我实在是躲不掉 没办法 我只能每次和小伙伴们 去抢中间的位置 坐在过道两边 很可能会被阅理老师 滑腻腻的舌头舔势 而坐在中间 只需要面对着 乐理老师的冰冷的目光 不用和他有肢体基础 不过 情况似乎发生了变化 上课以前 我以为我的运气很好 抢到了教室中间的位置 铃声响起之后 我却发现我错了 一上课 我就感觉到了一股冰冷的目光 正在凝视着我 我一抬头 就看到乐理老师金黄色的树桶 我甚至能够感觉到 乐理老师那张 看似没有什么表情的蛇脸上 露出了类似看到 猎物时候的兴奋的目光 下个问题 就找学号尾数是88的吧 哦139088 黄鹰 啪哒 啪哒 乐理老师一步一步的 朝我的方向走了过来 救命 他 他不是要来找我吧 我努力的克制住自己的情绪 尽量不要做什么异常的行为 根据我的观察 只要保持正常 老师就没有办法找查 时间的流逝变得很漫长 我几乎能够看见 乐理老师的蛇蜃子 缓缓从口中吐出 向着我在的方向 不断延伸 延伸 下一刻 就要到我的面前 我的脸上 似乎已经出现了 被蛇蜃子舔尸的错觉 那冰冷黏腻的感觉 我想要尖叫 却只能用牙齿死死的咬住嘴唇 啊 坐在我这排过道上的女生 发出了惨烈的尖叫 随后她快速的起身 向着教室门外跑去 我一下子从恐惧中惊醒 那女生还 乐理老师就如同真正的蛇 张大的嘴 将那女生整个人都吞掉了 那个女生 被活吞了 这一刻 就算是再胆小的女生 也只能死死捂住自己的嘴巴 我们就这样 看着乐理老师的肚子 从鼓出来一个人形 慢慢地 慢慢地变回原状 好学生可要遵守规则 上课怎么可以早退呢 乐理老师的蛇信 舔了舔嘴角 似乎还在回味刚才的滋味 教室陷入了两久的沉默 每个人都如座针毡 短短45分钟的课程 时间似乎怎么都不往前走 每一次 乐理老师经过我们身边 我都能感觉 同学们不自觉色缩着 不论是坐在外边的 还是坐在中间的 没有人 想成为乐理老师的大餐 下课铃响起 我飞快跑出了教室 不过一分钟 教室里满当当的人 就一下子跑了干净 总觉得 乐理老师还在用 他那冰冷的目光 死死冰着我们 我有哮喘 不擅长跑步 可这一次 我就顾不上这些 只能拼尽全力往前跑 生怕晚一步 乐理老师会再次 张开他的血盆大口 把我生吞进去 再次看到外面的世界 天空依旧阴霾 可这一刻 他确实如此美丽 我转头看了看教学楼 外观上和从前 并没有什么不同 但他再也不是 从前的教学楼了 再也不会了 女生多的地方 八卦消息自然灵通 尤其我们宿舍 还有一个黄莉莉 黄莉莉虽然是学油画的 但却是时刻 都静不下心来的主 天生好奇心中的他 即便是在 现在这个环境下 依旧有着无穷的探知欲 我的天 今天 隔壁的刘芳 违反了食堂规则 在食堂被大厨抓起来了 差点死掉了 接着 黄莉莉就灰声灰色的 和我们描述起食堂的事情 刘芳今天生病了 没什么胃口 米饭没吃完 剩下的一小半倒掉了 食堂的大厨发现了 直接让他倒掉着 吃了两碗饭 爱漂亮的刘芳 呛得整个妆都哭花了 上次也是 吴文没排队打饭 直接就被大厨踢出了食堂 现在人还在医务室里躺着呢 幸好咱们一直老老实实的 不然也要惨了 黄莉莉露出了庆幸的神情 我们很早就猜测 学校的规则没那么简单 所以只要出了宿舍门 不管在哪里 都是老老实实的 刘芳算是幸运的 我们今天的女生才是 听完了黄莉莉的话 我也把今天乐理课上的事情 说了出来 想到那个被生吞的女生 我不禁打了个寒颤 听了我说的是 一直没怎么说话的 李小敏是开口了 刘芳和那个女生 肯定都违反了规则 可为什么 刘芳能逃过一劫呢 难道 跟他们违反的规则有关 我有些不确定 接着 高婷婷也开口了 我也觉得很奇怪 如果说 刘芳违反了食堂规则 那么 今天被老实吞了的学生 难道违反了课堂规则 还有 昨天那个被还为工人吞噬的男生 他做错了 什么才会惹怒还为工人呢 听到这话 我们也一下子陷入了沉思 对呀 明明都是惹怒他们 为什么惹怒了 乐理老师学生 就被生吞了 惹怒了大厨的刘芳 却只是挨了苦头 还有之前那个因为流血 被还为工人吃掉的男生 他又违反了什么规则呢 现在可以肯定的是 死去的每个人都违反了规则 但刘芳的存在却提醒我们 并不是每个违反规则的人都会死 这是怎么回事呢 能确定 我们必须要遵守的规则 除了每日规则 还有很多看不见的隐形规则 第二天 我在去上课的时候 仔细地观察了整个楼层 跟食堂 图书馆这些地方完全不同 在教学楼里面 没有任何多余的文字 食堂贴着 不要浪费粮食的标语 图书馆也会要求学生 不得大声喧闹 可教学楼 似乎没有这些要求 那么 昨天的女生违反的课堂规则 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上课早退 很明显 现在的学校存在着 太多我们不知道的规则 为了避免违反它 我们请示四人 决心去寻找这些规则 首先 不可以迟到早退 这条规则 是从月里老师那里获取来的 我自然是第一时间 就写到了笔记本里 但是除此之外 就没有别的 关于这些规则的信息了 我原本以为 接下去的日子 会是我们继续和规则战斗 同时去探索隐形规则的日子 却没有想到 突然发生了意外事件 打乱了我们全部的计划 11月5日的凌晨 我们照例收到了今天的规则 但今天 规则似乎有些不同了 11月5日至11月7日 唯我校运动会 全部校内课程取消 运动会期间 暂无每日规则颁布 难道我们暂时 不需要遵守规则了 不得不承认 看到这条通知 我们都狠狠松了一口气 那一晚 我们全宿舍的人 都睡得很香很香 醒来的时候 不知不觉 竟然都已经到了早上11点 这是自从进入怪谈世界之后 我们睡得最香的一觉了 真的是太幸运了 今天咱们一起去三食堂 吃麻辣烫吧 黄莉莉开口提议道 而我们自然是赶紧起来 换了衣服去吃饭了 一路上 我和高婷婷挽着手 而黄莉莉 则和李小敏一直挽着 我们宿舍四个人的关系很不错 虽然来自不同的专业 但是却一直很合拍 我是学声乐的 性子比较外向些 高婷婷则是医学系的 性格沉稳 跟我很互补 高婷婷的脑子很好用 虽然看着很高冷 但实际上 却是我们宿舍的主心骨 没他我们早就明明了 黄莉莉是学游化的 但却是一分钟 安静不下来的性格 喜欢冒险和幻想小说 跟喜欢看恐怖小说的李小敏 很谈得来 李小敏是学游式的 外表上温温柔柔的 实际上却是我们整个宿舍里 胆子最大的 不过 虽然没有每日规则 但还是小心点吧 我有些不放心 提醒了一句 安啦安啦 手机上不是说了吗 这两天没有规则了 你们也别那么紧张吗 黄莉莉试图安慰一下我们 但是听了她的话 高婷婷却是第一时间反驳道 没有了每日规则 并不代表食堂 寝室 图书馆这些地方的规则 都消失了 越是规则希望你放松的时刻 就越有可能在里面暗藏着杀鸡 没错 规则的目标 从来就不是想要让我们活命 高婷婷的担忧是没有错的 学校里加上教职工 原本有三万人 到如今所剩不足半数 没了每日规则的约束 我们以为可以稍微放松几天 只是我们怎么也没有想到 运动会竟然是全员参与的 当天下午 名单就以表格的形式 发送到了班级群内 表格上面有很多的学号 后面都是空白的 上面都是已经消失了的同学们 但是仍旧是有很多 带着名字的学号 上面是一个个不同的运动项目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都要去参与呀 有这时间我宁愿去画画 黄莉莉皱起了眉头 这段时间 黄莉莉着实完成了不少画 我也实在是很佩服她 我曾经听人说过 学艺术的不是天才 就是疯子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黄莉莉除了刚开始有些惊慌之外 竟然还能进入了创作的高产期 除了不得不上的课和完成规则之外 黄莉莉几乎把所有的时间 都放在了画画上面 按照黄莉莉的话来说 不管她明天会不会死 只要这些画留着 她也算是来过这时间一趟 如今她正在画的系列作品 叫做《血色高校》 上面画的人物都是之前死去的同学 只不过时间比较紧 她只能用铅笔做画 而现在 前几天因为失血过多而死的陈刚 已经出现在了她的话中 头顶上还带着一个小小的数字 11月1日是陈刚死亡的日子 看到了这话 李小敏也微微皱眉 莉莉 你真的是魔症了 你们不懂 这就叫做艺术 对于我们的评价 莉莉向来有着自己的主意 不过现在的重点还是运动会 实话说 我们一点都不想参加这个 400米 要我命算了 我有着哮喘的老毛病 400对于我来说 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算了黄莉 你这还算好的呢 我抽到了800米的才是真的惨呢 也不知道这搞什么 世界末日了都还要800米 想到这里 黄莉莉就是满满的愤慨 婷婷 你抽到什么了 实话说 我还真的是有点好奇 这化学系的 婷婷会抽到什么项目 可是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我的好社友高婷婷 竟然会这么说 没 我有实验正在进行 所以我和老师申请了 不参加运动会 听到这里 一旁的黄莉莉是第一个跳脚的 我靠 还能这样 得 黄英 小敏 咱们也赶紧去付到元南申请吧 你就说你哮喘 我 我和小敏 就说我们立嫁 啊 我一开始还有些惊讶 没想到黄莉莉居然就直接想到办法 这 能成吗 见我还是有些犹豫 高婷婷开口了 黄英 我觉得 你还是听莉莉的 去请假吧 我推测 隐形规则 都是根据真实世界的前规则置顶的 我借口自己有实验 向老师请假 没受到任何惩罚 还被批准了 说明 只要我们遵守现实世界里面那些约定俗成的规则 肯定没有问题的 她平顿了一下 然后继续说到 运动会请假不去 也是常有的事情 没事的 说到这里 高婷婷推了推自己鼻梁上的眼镜 高婷婷的话 确实点醒了我 规则 有些时候和真实世界的前规则一样 而我们去找辅导员的时候 果然和高婷婷说的一样 她并没有为难我们 很快就答应了我们的请求 我有种感觉 我们距离得知 学校里存在的隐藏规则 越来越近了 运动会终于开始了 原本 我们以为这次的运动会 是规则给我们的放松时刻 但那位看似正常的大肚子校长 上台说的第一句话 就让我们的心彻底凉了下来 很开心 同学们这两天都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运动会来 要知道 现在有太多的东西 例如手机 游戏转移了我们的注意力 让我们都不能关注到自己的身体素质 这实在是太不好了 所以 这次的运动会上 每个项目的最后一名同学 还是直接消失吧 我相信 大家以后一定会好好关注自己的身体素质的 对吗 说完 校长一边说着话 一边眼睛变得全黑了起来 无数条血红色的尾巴 从他的身后钻了出来 犹如一只被解开封印的恶鬼 狠狠地注视着在场的每一个同学 之后的比赛中 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同学们这么拼命 尤其是我在看到400米的赛跑的时候 很幸运 因为有哮喘做借口 如今的我牢牢地坐在观众席上 而代替我成为最后一名的 是一个扎着双马尾的身材娇小的女生 尽管他努力想要奔跑 但是他的速度确实完全比不上同组的其他人 所以最后他几乎是哭着跑到终点的 只是尽管他足够努力 但是运气还是差了那么一些 随着裁判宣布出他是本场的最后一名 一根锐利的舌头 瞬间从那个红着脸的裁判嘴里吐出 直直地穿过了他的颅骨 粘稠的白色物质 混合着红色的血液喷溅了出来 而那个女生也直直地瘫倒在了地上 而此时 跑到中间的绿荫草地上 已经躺下了不知道多少局这样的躯体 下一场四成一百接力赛 运动员准备 这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残忍的运动会 一片绿色的草场都被染成了鲜红 那股血腥的味道 后来过去了许多天也不曾消散 运动会之后是篮球表演赛 我对大家在运动会的表现很满意 为了奖励大家 今天我们会再加上一场篮球赛 篮球赛是自愿参加的 没有惩罚 只有奖励 胜利的队伍 每个同学都能够免除三天的每日规则 明额有限 有兴趣的同学一定要早点报名哦 听到校长亲口宣布的消息 所有人都沸腾了 这个时候 柳依依又来刷存在感了 了解 你们去参加吗 柳依依询问着我的意见 我没有直接回答 只是摇摇头说 我不知道 我们可能还要再商量下 嗯 商量商量也好 不过我们肯定就不去了 我们几个女生都比较柔弱 真的去打篮球的话 肯定逃不到好 女生打篮球像什么事呀 要我说还是别去参赛比较好 说完柳依依就走了 只不过这次 她并没有和室友在一起 而是跟另外一群陌生的女生走在了一起 我回到宿舍的时候 黄莉莉是第一个开口的 真的这么好吗 如果能够躲过三天的话 那是挺不错的 就连李小敏也露出了异动的神色 如果一起的话 说不定还真的能成 只是看着我们月月日式的模样 一旁的高婷婷却是拦下了我们 规则真的会这么好心吗 如果失败了没有惩罚 这好像不是规则的风格呀 说着高婷婷的眉头皱了起来 显然她也有些心动 不过耐不住黄莉莉和李小敏想去 最后我们还是决定前去报名 就在我们四人快要到达报名处的时候 一旁却冲出了几个身影 挡在了我们面前 老师 我们四个要报名 这熟悉的声音 我仔细一看 在我们前面的居然是柳依依 不好意思 表姐 我们要先报名了 只见此时的柳依依扎起了马尾 穿上了运动服 和往日的大大不同 站在她身边的女生 都是生面孔 身材高大 肌肉紧绷 难道是体育系的女生 看来柳依依准备的很充足 好的 最后四位选手已经集齐 我们的篮球赛晚上开始 你们记得去体育馆报到哦 随着登记的老师合上了本子 我们知道 这次的比赛机会 我们算是错失了 表姐 真的不好意思 你还是慢了一点哦 记得今晚上要来为我加油哦 而听到这话 我悄悄握紧了拳头 晚上 寂静的体育馆里 难得热闹了起来 正常的体育馆 自然是不能够容纳那么多人的 但不知道规则是怎么弄的 原本狭小的体育馆 一下子变得大了许多 容纳了全校的师生后 场馆内也不觉得拥挤 我是一个对于篮球 没有半分兴趣的人 但此时此刻 看着台下那些人 为了胜利而拼搏的身影 也觉得有些热血沸腾了起来 这个时候 我看到了人群之中 候场的柳依依 我朝她挥了挥手 表姐 你来了 柳依依很自然走到了我的身边 和我一起为场上的人加油了起来 我这才知道 柳依依会为自己的男友名不平 可是却没有想到 她转头先是问了我一句话 表姐 裁判为什么要去先闻人超 再发黄牌呢 不知道啊 也许是他们的习惯吧 哦 是这样的吗 此时的我 并没有注意到 身旁柳依依那若有所思的眼神 很快 男生的篮球赛结束了 接下去就是女生的了 柳依依的运气还算不错 对阵的几个女生中 除了一个高个的体育系女生之外 别的都是和她一样 身材较小的妹子 看样子胜算很大 也许是刚才男生的篮球赛 很安稳的过去了 现场的氛围变得热烈了一些 我跟着周围的人一起 给场上的选手加油 柳依依队伍阵容的确不错 这场比赛 简直可以说是吊打 柳依依虽然身高不高 但似乎是队伍的核心 突然 柳依依做了一个手势 我原以为 这是进攻的信号 没想到 下一刻 意外就发生了 接到柳依依依的高个女生 也许是为了结尾跟完美 直接就来了一个扣杀 就在这个时候 篮板下面对方的一个球员 也跳了起来 只听到对方的球员 发出了一声惨叫 随后便是捂住了自己的脸 啊 那个女生的脸 高婷婷的眼神比较好使 一下子就看得分明 听到这话 我们的目光也集中在了 那个女生身上 虽然她现在 遮着自己的脸 但是红色的鲜血 却是一点点地 从手指缝中流了出来 一旁的球员们 也一下子围了上去 就在这时 长着鲨鱼头的裁判 一步步走到了场地中央 远远的 我依然能从那个 鲨鱼头裁判的身上 看出危险的气息 那个裁判 并没有走向受伤的球员 一边退后一边说着 我 我真不是故意的 裁判有些兴奋 发出了节节的笑声 随后微笑着说 不许伤害同学 裁判员一手掐着女生的脖子 让他不能动弹 另外一边却是转了一圈 冷冷的在全场扫尸了一次 裁判的牙齿 咬伤了女生的皮肤 接着就像是削苹果皮那样 一点一点 将那个女生的皮肤撕扯了出来 皮肤是人身上最大的器官 但是失去一部分 却不会立马让人死亡 高个子女生死亡的场景 比从前那些同学更加惨烈 更加痛苦 即便是距离很远 我们依然能够听到 高个女生痛苦的深一声 回去后 我第一时间就在本子上 加上了这条 刚刚得知的隐藏规则 不许伤害同学 只是我有些怀疑 柳一一的手势 我原本以为 这是柳一一让高个女生进攻 可是当时明明是他们 这队占据了绝对优势 高个女生想要扣杀 对方没人能阻止的 我逼着自己 回想当时的场景 高个女生 似乎没有注意到柳一一的手势 反倒是对方 那个被球砸到的女生 在柳一一比出那个动作后 就做出了完全不合常理的举动 难道 我不敢再想 可是心里却越发笃定起来 随着这段时间的调查 我的本子渐渐丰富了起来 好学生要遵守规则 不能迟到早退 现实世界中的潜规则 也能被当成规则运用 不可以伤害同学 违反了试堂规则 不一定会让人致死 而就在记录这个的过程中 我意识到了一件事情 除去运动会 可以请例假这种潜规则 别的规则 似乎都是有在体的 什么意思 黄莉莉第一个开口询问了起来 面对着她的疑惑 我梳理了自己的思绪 然后回答 你看 规则都是有形的 每日规则是短信发送 食堂 图书馆 寝室的规则也是刻在板子上的 那 不能迟到早退 和不可以伤害同学 又是记录在哪里的呢 这两条规则 其实对小学到高中的学生 是一种约束 但是对于大学生来说 迟到早退 甚至逃课 应该都是很正常的呀 学校并不会可以去提醒同学们这些 最多就是个别要求严格的老师会要求 可这样一来 这些规则 似乎就没有再提了呀 我的话越说越顺 思路也越来越清晰 然而此刻 寝室里却一片寂静 黄莉 你 你真的觉得 除了这些规则之外 还有别的规则吗 询问我的是一项比较沉稳的高婷婷 嗯 我觉得一定还有 在这里生存了这么久 我从来没有这么肯定过 在我们不知道的地方 一定存在着某些前规则 这些规则是致命的 如果不能找出来 很可能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 就会被规则杀死 可直到现在 我们依然没有任何线索 篮球赛给我们所有人都留下了心理阴影 但是比赛过去 该来的每日规则还是继续来了 而今天 规则变成了 请用手机短信向你们的辅导员请假 若是几个人用了同样的请假理由 则第一名 第四名之后用这个理由请假的人 会立刻受到惩罚 在受到这个任务之后 我们全寝室的人 就好好商量了许久 才终于想出四条 我们觉得 绝不会被别人抄袭的请假理由 我们打算在下午五点 辅导员下班前 发送给我们的辅导员 这一次的规则 看似简单 但却格外残酷 在食堂吃饭的时候 穿着黄色衣服的男同学 突然被熬断了脖子 走在回宿舍的路上时 蹲在路边的女生 被虚空出现了一只手 掏走了心脏 就连上钢琴课的时候 一个正在认真听课的同学 突然直接 就被活活撕成了两半 血水淋在了我的脸颊上 温温热热的 每个人都很害怕 但没有一个人 敢露出惊慌的神色 钢琴老师的要求很严格 在他的课上分神 他会用自己纤细的手指 挖出你的眼睛 好不容易熬到了下课 柳依依再一次贴了过来 表姐 你请假了吗 听到这话的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 我本能地打起了精神 你问这个干嘛 这 这我不是想要听听你的主意吗 说着柳依依依的头 凑得离我的很近 表姐 你到底请假了没 请了 我看到 柳依依的眼睛 一下子亮了起来 表姐 你到底用了什么请假理由呀 你问这个干什么 我有些狐疑地看向了柳依依 此时她目光灼灼 一动不动地盯着我 表姐 我知道你们宿舍的人 都很聪明的 我真的想不要出来 请假的理由了 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的请假理由 好帮我参谋参谋 说话的时候 柳依依的脸上 是一脸的天真 如果是不熟悉她的人 肯定就会被她的表象 骗了过去 但是我知道 我这个表妹最擅长的事情 就是撒谎 别的事情还好 可是这次的请假 一个不小心 我很可能就会死在这 我绝对不能冒险 最近的柳依依 似乎比从前更让人厌恶 这个该死的规则游戏 似乎将她体内的恶 全部都调动了出来 这个不好吧 今天死了那么多人了 肯定就是请假的理由 和人家的重了 我告诉你 你要是用那个理由 我不就完蛋了 了解 怎么可能呢 我可是你的亲表妹 怎么可能会害你呢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用 我的心里存着疑惑 但我知道 如果我什么都不说 柳依依会一直缠着我 好在 我早就有所准备 嗯 那我告诉你 你可千万别用我这个请假理由啊 我装作相信她的样子 接着就把之前专门针对她 编好的假理由说了出来 了解 这个理由够离谱的 柳依依笑得更加灿烂了 我越发肯定心中的猜测 回到宿舍 我做的第一件事情 那就是在宿舍门口 放一桶红色的颜料 接着 我一直关注着柳依依他们宿舍的动静 当他们的宿舍有了些许动静 我就把这颜料从门缝内拖了一点出去 假装我因为违反规则 被杀死了 第二天出门 我刚踏出门 迎面而来的是柳依依愤怒的目光 黄英 你为什么骗我 我骗你什么了 听到这话 我只觉得好笑 如果不是柳依依想要害我 怎么可能会被我骗到 你的请假理由是假的 如果不是你骗了我 小珍她根本不会死 此时我才注意到 柳依依身边的室友少了一个 想来 那个小珍应该就是柳依依的实验品了 看来 她真是够小心的 明明得到了我的请假理由 却还是不敢尝试 找了T死鬼来实验 估计 昨天晚上门外嘻嘻嘟嘟的声音 应该就是柳依依发出来的 如果不是你想要害我 你的室友怎么会死 我走到了柳依依的身边 面对着这个自私自利的表妹 彻底撕开了面皮 害死小珍的人 不正是你自己吗 你 你个乡下人 凭什么好事都是你的 我有什么比不上你的 你别以为帮我一点小事 我就得要都听你的 你这个蠢货 怎会知道活下去的唯一方法是 柳依依还想要说些什么 但是却没有再说 只是双手抱胸冷冷的看着我 而我也只是冷笑了一句 哈哈 就凭我在这活了几个月 我至少还算是个人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们宿舍的第一个人是怎么死的 柳依依 不要以为 这个世界都得要围着你转 我们的运气很好 凭着谨慎 宿舍并没有减缘 日子转眼就到了12月3日了 但永无止境的每日规则 让我们的精神崩溃了 而今天的规则 似乎存心要我们的命 怎么 怎么可能会这样 李小敏几乎要哭了出来 而此时此刻 我们宿舍里其余三人的脸色 也变得非常难看 今日规则 差点忘了 这可是地狱呀 学校里的他们 不太喜欢干净的灵魂 所以 在今晚熄灯后 他们会一个个吃掉那些 从来没有违反过规则的人 接着 手机里便出现了一大串的名册 这上面的人都是 从来没有违反过规则的人 怎么 怎么可能去违反规则呢 一想到自己所看到的 那些违反规则的人的惨状 李小敏很害怕 瞬间哭出了声音 规则 变得更可怕了 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高婷婷也不自觉地摸了摸他的耳垂 作为好友 我自然也知道 那是他遇到他也无法处理的难题的时候 会做出的动作 应该不是这样的呀 我虽然也觉得害怕 但是下意识地也说出了这句话 而听到了我说的话 所有人的目光 一下子集中到了我的身上 怎么了黄英 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吗 黄莉莉问我 而此时 她也紧紧咬着下唇 看得出来她也非常紧张 我觉得 规则不可能不给我们任何生路的 说到这里的时候 我不自觉地看了一眼高婷婷 原本这些分析类的事情 还是她做的比较多的 可是这个时候 她却是对着我微微点头 然后示意我继续说 我受到了鼓励 继续说下去 这只是我的猜测哈 婷婷说过的规则的目的 不是想要我们活命 但她似乎不能直接杀了我们 否则 她随便给出一条 没人能完成的规则 学校早就没人了 但规则又很想杀死我们 所以在学校设置了很多坑 也可以隐瞒隐形规则的事情 听到我的这番分析 他们都不说话了 一时之间 房间陷入了沉默 但我还是硬着头皮 接下去说 我猜 规则本身也需要遵循这某种规则 所以她不是不想 直接杀了所有人 她是不能 黄莉 你的意思是 高婷婷听了我的话 好像也感觉到什么了 但是真的是什么 她又说不出来 我想一定是有办法 可以让我们完成这次的规则的 但规则为什么要我们 必须违反规则呢 难道是想让我们融入它们 也许 就像是游戏里和NPC送礼物一样 一旁的黄莉莉听到这里 赶紧接话了 好感度 你是说这个意思吗 对 就是这个意思 而此时 随着我们一句句的接话 突然一旁的高婷婷说话了 其实 你们有没有发现 自从12月1日开始 规则的信息 变得 好像是人在说话了 这话说完 我们的眼睛 一下子齐刷刷的 看向了高婷婷 高婷婷的这话 一下子把事情串联了起来 之前 其实我也觉得 进入12月之后 哪里发生了变化 可是具体问题在哪里 我却又是说不出来 但是随着李小敏的话语 我一下子明白 这变化似乎正是 规则正在进化 它变得越来越有智慧了 可是 即便是我们分析出了那么多东西 但是今日的规则 我们还是没有任何头绪 这一天 学校的空气变得格外的腥臭 路上到处都是红的白的东西 听一旁的同学说 今天有不少的人去挑战的规则 可是破坏花草的 会被摘掉脑袋 故意打架斗殴的 会被包皮 早退的会被生吞 迟到的会被吊死 那些身体 尽管校园里的环卫工人 都是怪物变的 也来不及一个一个处理 等会儿 我想要试着去上厕所 以前上课也有人要上厕所的 学校里的老师 不会管这些的 我觉得可以成功 我发消息到了群里 面对着我的提议 群里的他们 却不是很赞同 司政课的老师 还是和从前一样 只不过 他的脑袋 变成了360度 都可以旋转的状态 老师 我早上吃东西 吃坏肚子了 我想去厕所 可能要很久 说完 我便做出了 非常难受的模样 而听到这话 司政老师也转头了 他的辫子很长 当他旋转了180度的时候 辫子便在空中 飞出一个弧度 看着那辫子 我总觉得 那就像是一条 毒蛇画作的鞭子 下一秒 就会抽在我们的脸上 可是出乎意料的是 司政老师开口了 嗯 这样吗 哎 有点麻烦 不过你难受的话 就先去吧 这说话的语气温柔 若不是看到 他那奇怪的脑袋 我都要以为 这是回到了 曾经正常的学堂了 随后 当我来到厕所 就发现 我的名字果然被删除了 下意识的 我就打开了手机 在群聊中发出了信息 甚至将这个方法 也发给了柳依依 但在发给柳依依的时候 我其实有私心的 那天请假的事情 我还记着 柳依依现在是炸弹 我不知道今天 柳依依还会不会找我要方法 但我知道 经过了上次的事情 我这样大啦啦告诉柳依依 她肯定不敢用的 但很快 从八卦通黄莉莉 听到了柳依依死亡的消息 原因是 客上请求去卫生间失败了 上厕所的方法 不是所有人都有用 柳依依用了这个方法 已经死了 柳依依死了 我以为我还要跟柳依依纠很久 没想到 她竟然这么轻易就死了 我一直在防备着柳依依 我从小就很讨厌这个表妹 规则出现以后 更添了一丝害怕 可没想到 像她那样 为了违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 竟然一点失误 会这么轻易就死了 黄莉莉告诉我 柳依依刚刚 是在月理老师的课上 用了这个方法的 月理老师和思政老师的性格不同 她的眼里容不下半点沙子 一口就将扰乱课堂秩序的柳依依生吞了 课堂上请求去卫生间这个借口 肯定没有问题的 否则我早就没了 不是借口有问题 那难道是 老师的问题 不是所有的老师 都有这样的容忍度 而且 如果太多人使用了这个方法的话 越后面使用这个方法的人 越会对针对 高婷婷对我们说出了自己的分析 听了她的话 我的脑袋里却冒出了一个想法 规则也好 老师也好 似乎在变得越来越智能 我们真的能够活着逃出去吗 而今天的规则 完成的只有我 高婷婷 黄莉莉和李小敏 他们还在名单上 如果不能 你们怎么办 拿不到小爱心 高婷婷 黄莉莉 李小敏就都会死 而如果没有了他们 我也不知道我能够继续存活几天 在这个学校里 最可怕的不是规则 而是人心 第一次 我有些无助的哭了 我知道今晚我不会死 可如果他们离开我了呢 想到这里 孤独与无助便涌上我的心头 在我得知柳依依死亡的消息时 不过有些唏嘘 可以想到高婷婷他们要离开 我就觉得自己的心被狠狠揪住了 黄英 你 你别哭啊 是啊 现在到晚上十一点 还剩不少时间呢 你现在哭 太会气了吧 虽然嘴上是这么说着 但是黄莉莉握住我的手 却是一片冰凉 一项话比较少的李小敏开口了 也许 我们可以试试那个办法 李小敏是属于比较谨慎的 他总能够发现 我们没有关注到的部分 你们还记不记得 刘芳之前不是因为浪费粮食 在食堂里被倒掉着吃的东西 说这话的时候 李小敏也是紧紧咬着下唇 我今天问过他 这次他并没有做什么事情 但是今天一开始就没有在名单上 我觉得 就是这件事 不过 李小敏也有些犹豫 目前 确实很少有人 因为触犯了食堂规则被杀死 但 规则和老师都变智能的情况下 谁都不能确定 现在的食堂 还是以前的食堂 以前 我们猜测 违反了食堂规则并不致死 可到底是冒险 他的心里还是有些忐忑 可是现在 好 我们去试试吧 高婷婷第一个开口了 嗯 到时候我先来 与其被不知道什么东西吃掉 我还宁愿死在食堂里 黄莉莉也开口了 虽然平时她的性子是最跳脱的 但是在遇到问题的时候 她也总爱冲在最前面 当那个大厨恶狠狠的走来 看着黄莉莉丢掉米饭的时候 我真的整个心脏都揪了起来 居然敢浪费食物 除何日当午 汗滴河下土 知不知道 还大学生呢 今天 我非要好好惩罚惩罚你 说着 一条绳子就从大厨的手中变了出来 然后 缓缓套到了黄莉莉的身上 实话说 当绳子靠近黄莉莉的脖子的时候 我真害怕那个大厨 会一把把她吊死 但幸好 这件事情并没有发生 就和那个女生一样 莉莉吃了一点苦 但好歹是出名了 也纷纷效仿 大概 食堂规则算是一个Bug吧 使用了这个方法的人 竟然全部都成功除名 12月3日的规则 最终的结果 比预想中好了太多 高婷婷他们被处罚的时候 我也在四处观察 我想知道 为什么只有食堂的规则这么宽容 我不敢有太多动作 只敢用眼睛在食堂四处张望 在一个瓦关汤的窗口下面 我竟然看到了那样一个小小的提示 窗口缺人 成招兼职 这里竟然缺人 兼职能成为学校的职工吗 那是不是可以躲过规则 我试探的询问了老板几句 一开始我还害怕那张猪头脸 但跟着问着 他竟然告诉我 需要一天的兼职 问我要不要做 听着这话 我赶紧就要了老板的联系方式 老板 是什么时候都要吗 嗯 做的话 是不是就可以不用进行每日规则 当我说这话的时候 莫名在老板的猪头脸上 看到了一丝类似于笑容的东西 那 那是当然了 那老板 能够做几次呀 每个人 我只招他一天 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 我回答了那样一段话 好的 老板我们做的 我要做的时候 怎么联系你呀 哈哈 好的 你打电话给我就行 我在手机上 记下老板的电话 然后在备忘录上 特意做好了每日的提醒 好让我记得 找老板做兼职 这样子 如果真的遇到了 难以完成的规则的时候 我们也能够逃过一劫了 学校里的活人 越来越少了 随着柳一的宿舍 挂上白板 整个楼层里 就只剩下了我们一个宿舍 还有人了 但 转机也终于出现了 我们再终于找到了 那些一直隐藏的 致命的信息 柳一一死后 我去她的房间 帮她收拾了一点东西 毕竟是一表姐妹 我想在我活着的时候 整理出她的东西 如果我能活着回去 也能给外婆 她们留个纪念 让我没想到的是 柳一一的笔记本 着实震惊到我了 虽然我之前一直在猜测 柳一一为了活下去 手上并不干净 但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 她竟然用了那么多人命 去探索规则 李飞 无论是否得知规则 只要规则出现 就必须完成 否则会死 刘芳 食堂里不能浪费食物 成员员 不可以早退 赵昂 不可以背后辱骂老师 刘文 食堂里必须排队 网络 不可以伤害同学 每一条规则的背后 都是柳一一做的实验 带着同学的鲜血 我震惊于柳一一的狠心 这时 她的笔记本里 掉出来一个小本子 学生手册 是柳一一的学生手册 她怎么会把这东西 加在这么重要的日记本里呢 我有些奇怪 想着柳一不舍 做无用功 便打开手册 但看了下 这 这 学生手册的内容 不知何时竟然变了 现在只剩下三条规定 一 永远要对教职人员 保持礼貌 上课不允许迟到早退 二 维护校园法纪 不允许伤害同学 三 学生们只有1月1 才能离开学校 前两条 我们之前多少 已经总结出来了 但这第三条 难道是离开这里的契机 难道只要我们能熬到 1月1日 就能活下去吗 果然 接下来的日子 规则越来越难了 我们终究不是什么 小说的女主角 没有什么特殊的本领 只能靠着一次次 和死神竞赛 完成属于我们的规则 即便是我们在小心 但也吃了不少苦头 婷婷的眼睛被熏坏了 也是为了完成规则的要求 她孤身进入了 满是化学物质的房间 那一次 我们侥幸没被规则抹杀 可婷婷却再也看不见了 那之后 为了提醒不能是物的婷婷 我出声提醒 被弄坏了喉咙 我觉得最可惜的还是小敏 最擅长跳舞的她 如今失去了一条腿 连走路都很困难 身体的残缺 并没有让我们放弃活下去的希望 经历了这么多 我们的感情变得更好 也变得更团结了 对我们来说 如今最幸运的事情 莫过于我们都还活着 最乐观的是莉莉 虽然手指少了几根 但还是坚持画画 不过速度比较慢 所以她已经提前 将我们的模样画在了画上 那不管怎么样 我们最后还是整整齐齐的 到了这个时候 她依旧还是很乐观 只不过看着她的样子 我却有些担心 我总觉得 这幅画画完了 如果这个噩梦还是无法结束 她的精气神可能也就完了 最后几天了 咱们人人肯定能够过去 婷婷也在那里说着 我也想说上几句 但我已经发不出声音了 只能笑笑 竖起一个大拇指 而小敏也勉强 起出了一个笑容 在昏暗狭小的宿舍里 我们啃着从小卖部里 提前买来的冰冷的面包 挤人边吃边闹 就好像 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但是我们的心里却非常清楚 我们即将迎来我们的结局 12月31日 清晨 我躺在宿舍的床上 从睡梦中醒来 有些奇怪 自从上了大学 我起床的时间越来越晚 今天怎么会这么早就醒了 但既然醒了 也睡不着 又不想起床 只能拿手机打发时间了 哎 有人给我发消息了 这么三更半夜的 骚扰信息 强迫症发作 我点开这条信息 里面的内容 让我有些摸不着头脑 恭喜你们获得第二次生命 那么规则先生将宣布 今日规则 遵守学校的每一条规则 否则代价是你们想象不到的 这一段话后 是长长的空格 我注意到手机屏幕的右侧 有一个小小的滚动条 我试着把滚动条拖到最后 既然还有一段文字 找回你们的记忆 就能找到真相了 编辑人 规则先生 规则 什么规则 我们要遵守哪些规则 还有记忆 真相 是什么 我失忆了吗 我有些摸不着头脑 我打算下床 喝杯水冷静冷静 却听到莉莉的声音 这什么呀 什么规则 莉莉杂杂呼呼的 语气有些调侃 怎么回事 莉莉也收到这条信息了 啊 怎么你们也收到消息了吗 这 这不会是什么恐怖恶作剧吧 小敏利落的从床上爬了下来 然后也询问了起来 可是 大家都收到了 谁会这么无聊呀 我爬下床 把自己看到的消息 分享给他们 可当我掏出手机的时候 我才发现 那条信息消失了 信息怎么没了 睡了一觉 竟然觉得自己的声音 好像不一样了 抬起头 正好对上了婷婷明亮的眼睛 我好想 似乎很久没有看到 婷婷的眼睛这么亮了 你刚刚说到了记忆 我刚刚回想了一下 我好像确实想不起来 这几个月到底做了什么 听到婷婷的话 我有些奇怪 我记得 这几个月 我们经常一起上课的呀 我们还一起 一起 哎 一起干什么来着 我的脑子里充满了疑惑 明明这个学期还没有过去 我怎么不记得 自己这段时间做了些什么 还真能失忆了不成 我们面面相去 难不成 咱们是遇到外星人了吗 想到这里 莉莉有些兴奋 可是下一秒 婷婷却无情的打断了她 别 你应该想想 咱们是不是吃错了什么药了 我记得 有些化学物质 是可以损害我们的大脑的 说不定又是你从外面 带了什么回来 所以把大家都搞懵了 什么吗 你以为我和你一样 是搞化学的吗 姐姐 我可是未来的艺术家 artist知道吗 说着莉莉抱住了胸 一副气恼的模样 而看着她的样子 我也只能是充当了合适了 好了好了 咱们先出去看看 说不定外面会有什么线索呢 说着 我率先打开了门 虽然时间还很早 但是整栋楼已经很喧闹了 下一刻 一块白板子掉了下来 差点砸到我的脚 我抬起头 才发现 不只是我们宿舍的门口 整层楼所有的宿舍 每间宿舍的门口 都挂了这个白板子 啊 这是啥 投降吗 宿舍门口 怎么会放这个东西啊 不过 今天哪里都透着古怪 我也没有追问 只是放好了板子 随后出门了 想知道更多的八卦 当然要去找柳依依 虽然我不喜欢她 但不得不承认 她认识的人真的很多 消息很灵通 如果她不查就好了 柳依依的宿舍离我的很近 听见有人敲门 门很快就开门了 是柳依依 一见到是我 她仰起了一个笑脸 了解 怎么了 依依 你们有没有收到古怪的信息 我直接就开口 而很快我就得到了回复 居然所有人都收到了 这样古怪的信息 而所有人 好像都失去了 这几个月的记忆 也许是开玩笑吧 柳依依不想多说这件事 我知道 自己大概没办法 从她身上打探出什么了 也没纠缠 就去找旁边宿舍的人求证了 不出意外 果然所有人都收到了这条消息 当我回去把这个消息 告诉他们的时候 他们几个也愣住了 大家都收到消息了 还有好多人也失忆了 小敏还有些疑惑 可是我却告诉她 嗯 去了好几个宿舍 都是这个样子 而且我问的几个人 他们都说 想不起来这几个月的记忆了 按照这条短信的说法 我们不能找回记忆 不然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所以我们只能探索 什么是规则 婷婷很务实 并不会像小说里的女主那样 拥有无尽的好奇心 莉莉虽然一直和婷婷不算很对付 学艺术的她热爱自由 向来不喜欢受人管教 以往每次婷婷说要打扫卫生 或者干什么的时候 莉莉总是会想尽办法来对她 不过也不是她真的那么讨厌婷婷 只是嘴上习惯了 要对婷婷几句罢了 可这次她竟然也乖乖 听婷婷安排了 一句都没对过去 实在是难得 莉莉 难得呀 你这么配合婷婷 我在一旁调笑着 而莉莉却是摸了摸自己的脑袋 然后露出一个疑惑的表情 也不知道怎么了 今天高婷婷那个家伙说的话 我总觉得要听 算了 听她一回 我也不算吃亏 听到莉莉那么说 我也乐了 嗯 我觉得婷婷说的对 咱们得先知道 什么是规则 小米也开口了 我们赶紧加快了手上的动作 但 也只找到一本学会手册 可 这跟规则有什么关系啊 我的日记本不见了 我本来还想找一点线索的 没过多久 小米就开口了 小米有写日记的习惯 现在她的日记却找不到了 我的手机短信也全部清空了 咱们的群聊 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婷婷推了推自己的眼镜 也开口道 啊 这样吗 那没事 我认识一个计算机器的学长 咱们去找她帮忙呗 听到莉莉的这个主意 婷婷也点点头 于是两个人就出去了 房间里只留下了我和小米 我和她继续寻找着房间里面的线索 我翻找着房间里的东西 而小米则是打开电脑输入日期 寻找着答案 黄英 你说 这不会是什么恐怖片的桥段吧 一边查找着电脑 小米一边说着 而此时 外面的天空也变得阴沉 好像要下大雨的样子 让我的心里觉得闷闷的 小米 你说什么呢 我猜 估计是什么恶作剧吧 别吓自己了 只是一边这样说着 我的胸口却越发觉得闷闷的 这个时候 小米的手机响了一声 是短消息的提示音 看了一眼手机后 小米对我说 外面下雨了 黄英 我先去给莉莉他们送把伞 我微微点头后 小米就离开了 房间里一下子只剩下了我 闲着无视 我只能是继续搜寻 而在我正进行第三次的搜索 突然我觉得 莉莉床边的踢脚线那里 似乎有什么东西鼓了起来 于是我摊下身子一摸 果然找到了一卷东西 那是一张四开的纸 不知道为什么 竟然被藏在那里 但我总觉得 这里肯定有什么线索 于是我打开了这卷东西 那是一幅画 一幅非常奇怪 非常有冲击力的画 画上是许多人的模样 我定睛一看 上面的人有许多我认识的 也有许多我不认识的 而每个人的模样都很古怪 我随意的扫视着 突然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这 这不是柳依依吗 画中的他 出现在一个小小的黑洞之中 眼睛空洞如神 而在他的头顶上 写着一行小小的数字12.3 我不明所以 继续往下看着 身上满是蓝色的男生 身体变成飞灰 慢慢消失 被一行吞噬身体的男生 旁边满是洒下的血液 而周围的学生 似乎在剪那些沾了血液的落叶 画面很血腥 也很压抑 透过这幅画 我能感受到作者的痛苦和绝望 而画的作者 黄莉莉 我看着画的中央 那是 我们 婷婷 小敏 我和莉莉淡淡的笑着 我们的头顶上 也写着数字12.30 这是什么意思 我感到一瞬间的眩晕 下一刻 陈峰的记忆被解除了 就在昨天 我们都死了 为了救下莉莉 我们没能活到12月31日 等等 我们宿舍的门口 也挂了白板 那莉莉 她是自杀了吗 而莉莉最后也忍受不住 选择画完了这幅画后 也自杀死在了12.30 我们 已经失去通关的机会了 而此时在我的耳边 也回荡起了一个声音 恭喜你找回了记忆 归泽先生答应 让你了解真相了 那就恭喜你 留下来 成为我的一部分 接下来 只有找到我 我才会告诉你真相哦 姐姐姐我喜欢聪明人 听完这个声音 我的眼神一按 成为规则 是像老师那样 还是每天发布规则害人 我不想变成这样 不知何时 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 我的手机却发出了提醒 看到了上面的信息后 我握紧了手中的话 规则 我们的游戏 还没有结束呢 对 规则 我还可以触碰规则 反正已经经历过一次死亡 再来一次 也没什么 我今天没课 没办法去触碰课堂规则了 那就只有 我来到隔壁 找到柳依依 依依 你有什么线索吗 柳依依对我摇了摇头 随后我装作生气 打了她一巴掌 指甲划破了她的皮肤 鲜血从她脸上冒了出来 宿管很快就来了 柳依依一副委屈的样子 我静静的等待惩罚 然而 宿管看了我一眼 似乎有些害怕 最后什么都没说 打发柳依依走了 曾经让我们无比惧怕的宿管 现在 怕我 我有些绝望 可我知道 我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 我拨通了一个电话 那是在很早之前 我便求来的一线生机 而现在 我知道 这是我最后的筹码了 喂 是瓦关汤店的老板吗 兼职的人选已经确定了 他们是高婷婷 黄莉莉 李小敏 那你自己难道不想来做兼职吗 毕竟 你也想回去见你的母亲 不是吗 虽然是隔着手机 我却能听出 老板话语中深深的蛊惑 我真的还能回去吗 规则先生 我已经成了你的一部分 不是吗 姐姐被你找到了 你果然很聪明 但面对这句评语 我却不是很喜欢 即便他夸我聪明 但依然不会改变我的结局 告诉我 为什么学校会出现规则 你猜 电话那头 规则依然在打哑咪 已经死去的同学 还会再死一次吗 今天之前 没有任何人死去哦 我们只会筛掉不遵守规则 也不惜取教训的学生 规则先生的话 依然有些高深 没有任何人死去 难道是这样的筛选 我们每年都会经历一次 你说对了 这一次 规则先生并没有再故弄玄虚 真想再和你多玩一会儿 不过 我已经解脱了 那么现在 欢迎成为新的规则 我的接班人 你的选择到底是什么呢 听着对面的询问 我的心里也有了答案 不是我非要做这个英雄 只是我已经是注定死亡的命运了 而这个世界还是挺美好的 我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 看到这个世界吧 看着手上的名单 我抱起了名字 你也太贪心了吧 我最多给你三个机会 嗯 足够了 我拿起那幅画 用橡皮擦掉了 带了一千三百一十四 他们都是我一生一世最好的朋友 保重 我的朋友们 天晴 那一晚回来的时候 他们都很累 抱怨着瓦罐汤店里的事情可真多 而听着他们的叙叙叨叨 我没有说话 只是安静的听着 黄英 你今天可真怪 莉莉在一旁嘟囔着 而我却没有反驳她 总感觉 你就要消失了 可是 你今天应该没有触碰什么规则呀 而这个时候 也已经到了十点半熄灯的时候 我赶紧去关了灯 然后让他们睡觉 我没事 别担心 你们好好睡 明天一切就都会好的 这一晚 是我睡得最香的一晚 也许 以后都无法再有这样的日子了吧 不管怎么说 他们三个都安全了 也算是 直了 一月一日 新生 冬日的早晨 太阳的光芒明亮 却不能暖人 高婷婷从睡梦中醒来 看着对面空荡荡的床铺 下意识开口 黄英 黄英她与此同时 黄莉莉和李小米也醒了 听到高婷婷的话 他们有些疑惑 黄英 那是谁呀 他们感觉自己好似 做了一个长长的噩梦 然而 醒来之后 他们却再也记不得梦中的经历 高婷婷正正的看着对面的床铺 那上面似乎有一封信 她揉了揉眼睛 再看过去 却是什么都没有了 只留下一个空荡荡的床铺 似乎从没有睡过人 翻爱 大学毕业的那天 宿舍的三人 最后一次打扫宿舍的卫生 突然 高婷婷打扫卫生的时候 不小心碰到了黄莉莉床边的脚梯线 紧接着 一幅被折叠好的画跑了出来 高婷婷招呼着其他两人 一起打开了画 这幅画似乎是黄莉莉的手笔 上了画了很多惨死的小人 每个小人的头上都有一个日期 而自己宿舍三人的头上 深深刻着的一串1314 并他们的眼眶一下子泛出了泪水 然而 在他们三人中间的位置 留下了小小的空白 似乎这里原本该有一个人的 空白的上方 同样有着一个日期 12点31 然而 不知为何 看到这串空白 黄莉莉的眼眶却忍不住红了 那一刻 他似乎看到那空白处 一个女生对他甜美的笑着 随后 外面的阳光便照进了屋子里 打在他们的头顶 他感觉似乎有人在安慰他 一切终于恢复了平静 而偌大的校园里 只有寥寥几人没有回家 学校外的小吃依旧很热闹 然而对于三人 却恍若隔世 番外 第二年 10月8日 午夜零点 一场神秘的大雾包围了校园 与此同时 一部手机的屏幕乍然亮起 上面弹出了一条短信 同学们 欢迎返校 今天的规则是 不许说谎 全文完